看有多彈,聽到聲音嗎? 香味釋出後,所謂更加香 醬汁有少許新鮮沙薑,會爆炸 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之前出了一個南乳豬手很大回響 很多網友都留言,星星會不會做沙薑豬手 今次買了一公斤多一點的急凍豬手和大家吹水 今次買了一公斤多一點的急凍豬手 顏色都看到,相當鮮艷紅潤 回來後,預先放雪櫃四度一晚 拿出來用淡鹽水浸10-20分鐘 用淡鹽水逼一逼雪味出來 現在開始浸 豬手浸20分鐘 大家都看到淡鹽水的威力 現在先把它洗乾淨 急凍豬手浸20分鐘 大家看到水嗎? 呈現粉紅色,淡鹽水的威力 將血水和雪味擠出來 下一步,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四次之後 我們稍微晾乾淨水 旁邊這裡 我們現在開火 準備凍水 凍水加熱的同時 將豬手放進去 飛水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我們放少許酒 然後 放少許白醋 目的 是將豬手的酥味 逼它出來 現在飛它20分鐘 豬手 冷水加熱的途中 大家有沒有看到 血水就迫出來了 現在繼續飛它 然後 準備配料 做沙薑豬手 都有兩三個方法去做 有些是冷吃 有些是熱吃 有些是暖吃 這次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暖暖吃 我們需要有些材料 有幾塊的香葉 有三顆的八角 這塊是貴皮 還有一顆的冰糖 藥膜 即是手指公 一大顆 這是什麼來的 沙薑粉 這裡三個湯匙的沙薑粉 這些也是沙薑粉 因為我們還有醬汁 我們先處理這三個湯匙的沙薑粉 我們拿魚露出來 我們約摩下150毫升的魚露 然後把沙薑粉 先把沙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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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鹽的鹽 我們一會再調 差不多半碗都夠了 現在我們把沙薑粉拌勻 現在我們把沙薑粉拌勻 沙薑粉拌勻 現在我們慢慢拌勻 現在我們把沙薑粉拌勻 現在我們慢慢拌勻 只剩下一點點 我們約半茶匙的鹽 然後我們還是拌勻 豬手,現在飛了水藥20分鐘 為什麼要飛這麼久呢? 因為我們要飛到完全熟透 現在我們把沙薑粉拌勻 現在我們把沙薑粉拌勻 現在沙薑粉拌勻 把沙薑粉拌勻 看看有沒有無法殘留 這段時間我把沙薑粉拌勻 豬手洗乾淨後,我們就去沙薑粉拌勻 這段時間我們準備一些沙薑粉拌勻 用來浸泡 剛剛家裡沒有薑粉,沒有新鮮沙薑 我買不到的 如果有的又加薑片或新鮮沙薑 我們準備一條芫茜 切完芫茜頭 因為芫茜頭很重要 切些蔥花 我們切些蔥花 我們把沙薑粉拌勻 切些蔥花 我們開個沙薑汁 現在切完 然後把沙薑粉拌勻 這裡差不多了,備用 蔥花準備好之後 我們剛才的沙薑粉和鹽 我們就把沙薑粉拌勻 然後我們拌一拌 目的就是將它均勻 待會煮一點熟油 然後把它淋上去 萬事俱備 就只欠冬風 我們不需要風的 我們需要火 我們將鑊 輕輕燒一燒熱 鑊熱之後 我們放適量的油 我們先燒一點熟油 目的就是讓蔥和沙薑的香味 這是沙薑油 我們攪拌一下 再加一點 沙薑油已經很香了 把沙薑油放在一邊備用 跟手 我們剛才看到的蔥 現在放進去 桂皮、香葉、八角、八角 洗乾淨 我們現在放進去 我們輕輕爆一下 讓一些香味釋出 有香味釋出之後 所謂更香 我們攪拌一點酒 然後我們下水 再煮一鍋滾水 我們浸豬手 一定要夠水 剛才調了一鍋沙薑粉和魚露 我們現在就放進去 然後再加一鍋冰糖 我們現在就要嘗一下鹹度 我剛剛放了約4公升的水 我們現在要嘗一下鹹度 我嘗一下鹹度之後 我們放兩個湯匙 然後再加鹹度 鹹度的準則是什麼呢? 我們一定要夠鹹 有看沙薑雞腳 我也有說過 但沙薑豬手的鹹度 不用沙薑雞腳那麼高 我們正常鹹度 鹹一點點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放下豬手 好久了 燙起來之後 我們現在就收慢火 吸蓋 我們先浸它35分鐘 用小火 浸了豬手約40分鐘 現在就到了關鍵時刻 什麼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關火 我們燙它20分鐘 燙了20分鐘 我們看看它的模樣 做沙薑豬手 焗它特別重要 上次做南宇書豬手也有說過 豬手太軟就不好吃 太硬就不好吃 那我們靠什麼 就是靠焗 現在可以了嗎? 現在還沒可以 接著要怎樣 我們開火 讓它滾回去 接著收小火 我們再煮20分鐘 我們用小火 煮20分鐘 做沙薑豬手 是沒得心急的 一定要慢慢焗 最後再煮20分鐘 我們看看它的模樣 現在我們就開箱看看它的模樣 看是看不到的 剪一點點給大家看 看看有多彈 聽不聽到聲音 這隻 這隻就有一點咬就不好吃 夾起來給大家看 這次的豬手 好啊 現在這樣室溫吃 最好 微微暖 又不要太熱 還有一點點煙出 這樣就對了 先夾兩三塊 這塊多大塊啊 這塊多大塊 然後 我們把醬汁都放上去 然後 我們把醬汁都放上去 完成了 暖食的沙薑豬手有兩個特點 第一,入味 第二,有咬口 大家可以掌握到竅門,自己可以試做 喜歡吃豬手的網友,給我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幫我分享沙薑豬手 那我就先吃了,多謝收看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拜拜! 請!